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李沁躺废纸板上拍大片 穿路背小黑裙秀绝美S曲线 躺地上姿势真牛 没有一件单品比小黑裙还经典 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小黑裙 更是被大家称之为女性衣橱必备 即便是时尚高速轮转之下 小黑裙依旧是当下女性穿裙的首选 只不过一些爱美的女性 不满足现状 时常选择一些个性化裁剪设计的小黑裙 李沁是90后里面 为数不多演技在线的小姐姐 不过人家不仅演技在线 在时尚感这一块也是非常的亮眼 尤其是这几年 姐姐变化很大 从以往甜美的少女风 可是慢慢走性感泛 很是亮眼 看惯了她甜美的打扮之后 一下子变得如此惊艳 很是让人喜欢 在女性诸多的裙装里 要说到纯色裙的话 那一定要说说小黑裙 不同于别的纯色衣裙 小黑裙可能外形看上去有点简单 可是显瘦显白的时尚效果 对于女性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你觉得小黑裙简单的话 完全可以通过衣品的裁剪来丰富造型 肩带系列的小黑裙 这样的好处在于仪式能够展现女性魅力 其次就是摆脱衣品简单 不过肩带的粗细选择一定要结合自身 避免出现油腻感 相对而言欠受女性首先细肩带 李沁的这件小黑裙就是采用了细肩带 但是可以发现 为了避免造型过于一体色 从而出现睡衣的济世感 这条小黑裙的肩带 采用了不同的色彩 让造型更加有魅力 现代女性穿衣早就不受传统束缚 尤其是面对衣裙这种极为惊艳的单品 往往都会选择陆夫的打扮 结合驾驭者自身的条件 从而达到造型的吸引力 至于陆夫的面积大小还有部位 一定要拿捏得当 避免出现艳俗的济世感 这样就不好了 可以看到这次的李沁真实让人大开眼界啊 本身躺在废纸板上拍大片就很少见了 姐姐选择的这件小黑裙 还如此的惊艳 露出整个背部 就靠几根线条遮掩 躺在纸板上 秀出绝美S曲线 非常的性感 光看背影完全不像是李沁 邪履作为女性穿裙打扮里 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直都扮演着很好的角色 不过在款式的选择上 鞋履的选择可不是那种 小白鞋 休闲鞋之类的款式 基本都是以高跟鞋 靴子这样的较为个性化单品 结合裙装还有女性的身材 让造型显得尤为惊艳 这点李沁做得非常不错 面对吊带小黑裙 其选择露飞式的尖头高跟鞋 露出半截小腿 让腿部线条变得更加纤细修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